揭开莎士比亚的面纱 天才与抄袭之间的一线之隔 关于莎士比亚原创性的争论并不新鲜 但它仍然一如既往的具有挑衅性 评论家和粉丝都仔细审视它的作品 质疑它创造力的真实程度 了解莎士比亚写作的时代对于这场辩论很重要 伊丽莎白时代充满了丰富的艺术探索 但也是一个借用现有作品很常见的时期 莎士比亚的戏剧经常反映以前故事中的情节和主题 这一观察结果引发了关于它的原创性的争论 一些人认为它的天才不在于发明 而在于适应 然而 莎士比亚独创性的支持者认为 他真正的天才在于性格发展 他声称 尽管他借用了这个情节 但他的角色的复杂性和人性是无与伦比的 反对者通过指出莎士比亚戏剧中借用故事的证据来反驳这一点 他认为这些例子削弱了他的原创性 表明他的才华可能被夸大了 伊丽莎白时代是戏剧艺术合作的时代 这对作者身份的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莎士比亚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 经常与其他剧作家合作 模糊了个人的贡献 这种集体的剧本创作方法引发了人们对莎士比亚作品原创性的质疑 尽管如此 他编织复杂人物弧线和叙事的能力凸显了他非凡的才华 莎士比亚对语言的使用为英语词典增添了新的维度 引入了至今仍在使用的短语和单词 他的语言创造力表明他具有超越故事转换的独特才能 围绕哈姆雷特的争论是审视莎士比亚原创性的一个例子 虽然故事情节借鉴了古老的故事 但莎士比亚对人类处境的处理是独一无二的 使其成为杰作 当代剧作家经常将莎士比亚的改编作品视为其创造力的证据 通过将现有的故事转化为复杂的叙事 他对文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和影响 莎士比亚的天才不仅在于创作故事 还在于他将现有叙述转变为永恒杰作的独特能力 他对改编的掌握反映了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学术界常常卷入莎士比亚原创性的争论 主要争论集中在引游诗人对历史和当代资料的使用 与他对文学和戏剧艺术的创新贡献 公众对莎士比亚的看法有时会因剽窃指控而受到损害 然而 他作为文学巨人的不朽遗产表明 他的天才本质超越了这些争议 继续与各个年龄段的观众产生共鸣 第一对开本在保存莎士比亚作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并非没有争议 有关这些文本的作者身份和真实性的问题继续困扰着学者和爱好者 将莎士比亚时代的抄袭法律标准与今天的定义进行比较 可以提供一个细致入微的视角 虽然莎士比亚的做法现在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创作背景下 他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莎士比亚的喜剧和悲剧深受意大利文学的影响 表现出借用的主题和原创故事的混合 这种来源的融合凸显了他通过叙事跨越文化界限的能力 罗密欧与朱利叶经常被誉为独特的爱情故事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源自早期的意大利故事 尽管如此 莎士比亚的改编作品以其丰富的人物发展和情感深度而著称 这凸显了他的创作天才 批评家和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为莎士比亚辩护 反对抄袭指控 强调他将现有故事转化为复杂多方面的艺术作品的技巧 他认为他重新想象叙事的能力反映了独特的创造力 在莎士比亚作品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创造力的定义可以让我们对艺术原创性有更广泛的理解 这表明真正的创造力可能不仅在于想法的新颖性 还在于他们的实施和影响 当调和莎士比亚的天才和涉嫌抄袭的观点时 很明显 他的遗产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故事的起源 他的持久影响和作品的深度体现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独特贡献 感谢一百万观看此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